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子Talk,我是Debbie 身邊請來Alex,Alex你好 大家好,很久沒見你 今天帶你上來做甚麼? 因為發覺商品市場各走極端,帶上大落 上半年,很多人都看商品,問來問去 黃金、白銀,油價跌完未? 但其實下半年之後,大家發覺都是重循環這些問題 如果再看CRB指數,即商品指數 其實今年到上星期五為止,都跌超過兩成 但商品價格真的上落很大 你猜到接下來的日子,是否都跟著這些方向 贏的繼續跑,贏的繼續跑輸? 我想就個別 其實你說,有些比較表現得好的商品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看著金 這個的確在今年餘下時間,應該都會繼續有一個好的表現 但至於你說,整個CRB指數被拖累 可能是因為油的問題 是啊,跌超過四成 但它只不過是起步點,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即是你年初的時候,就處於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也都在上半年的時候,經歷過一個負數的情況 但很老實說,你去到現在,三四十元這些位 其實油價反而,我覺得那個波動性或者話題性 就沒有上半年那麼厲害 換句話來講,可能下半年,油價那個波動 其實你都見到,即是頭幾個月,其實都是橫行為主 當然,近來都開始見到有一點點突破 但其實那個突破都不是說太過厲害 可能仍然都是區間為主 我想都很視乎油組那邊,最後的政策是怎樣 始終你減產那裡,會不會開始有分歧呢 尤其是,都已經開始有分歧了 有少少的了,即是你見到伊拉克都已經出來說 喂,我出來不減了 是的,又或者是你見到其他的產業國 俄羅斯那些 都說是準備增產 所以這裏,其實會有一個風險在 因為,其實你講這件事是對的 叫你來,因為今星期大家看著9月17日 即是OPEC Plus幾個成員國 就會再談究竟接下來下階段的減產協議是怎樣 之前曾經有一段日子,油價被托回 其實大家都是覺得這些人為的操控一下 如果他們真的肯幫忙的話 油價起碼在需求減弱底下 都叫做不用跌得那麼慘 但其實事實上,如果查一些數據 譬如8月OPEC Plus 其實實質,產量是有2427萬桶 即是比7月更多了100萬桶 其實他們說減產,但其實都做不到事情 你沒有辦法了,你的價錢已經上去了 即是你當油價在四十幾元這些位置 其實是一個很吸引的水平 即是對產油國來說是一個 要泵多些人 是的,他們都不想市場轉後率繼續這樣減少 因為其實你看回疫情之後 其實都開始的需求是有上來的 尤其是來自中國那邊的需求 你無論是買定來等打仗也好 或者是戰略設備也好 什麼都好,或者是一些 真的一些煉廠的需求也好 那是有一段時間是高了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之後 我們看到其實中國那邊那個進口 都開始慢慢回了下來 是的,減慢了下來 同時間也都看到油價是高的時候 其實OPEC開始有部分的產業國 其實就不聽話了 雖然你說開會 其實我覺得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意 形式上的呢 他可能就最大可能 就是會跟一些炒油國說 你之前有些是減不夠的 不如減回 麻煩你繼續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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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 是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減到100%呢 其實都有一些質疑的 就算你說俄羅斯也好 其實他都很乖的 其實都是90多 但是都算是乖的 但是始終有一部分的產業國 其實他們是減不足的 這裡是一個隱憂 另外一個隱憂就是 美國那邊的葉藍油 是的,因為其實40多元的油價 應該對大部分 甚至絕大部分的葉藍油生產商來說 都是有利可圖的 他們現在面對著什麼呢 負債很重 要賺一些錢 要拿一些負債來還債 他們其中一個可行的手段 就是把多些油出來去賣錢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正常 你也看到其實美國那邊的油井的數目 都開始是不再跌 甚至是開始慢慢慢慢 慢慢增加一點 不太多 是增加一點 但是這個會是一個trend 可以預計的 就是油井數目是不會再跌下去的 只要油價現在還是三十幾四十幾元 這些水平 油井數目是慢慢慢慢的上去 而美國那邊的石油產量 也會增加 在這個前提下 美國的供應又增加 中國的需求又減少 油早減產的規模又可能有些變數的時候 這方面可能對油價會構成一定的壓力 是的 我也有點害怕 因為我看回最新的一個星期 美國的原油庫存 其實我特別是 第一電視是看富欣 因為是最大的地區 其實你看到油庫存 已經連續兩個星期升 已經去到四個月以來的高位 如果它慢慢 又會令我想起 3月份的時候 當富欣那裡慢慢儲到佔80%的時候 油市就會有恐慌性的情緒出現 這裏我想你如果看過每個星期的原油數字 其實還有一樣 除了富欣的庫存之外 其實都可以看回美國的原油進口的數字 其實這個是一個主導著近來的 美國的庫存的變化 那它就跌了它的入口 是啊 是跌了 你會看到它近來的庫存是跌的 其實它不是說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需求上去 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它的進口減少了 當然可能是油庫也好 沙特也好 它減少一些 進口美國 可能賣去亞洲其他地方 這裡我們看到它的進口減少了 也正是代表著庫存也減少了 但是你看到上個星期的庫存是增加的 是啊 那個進口就增加了 是啊 其實那個關聯性是很高的 所以要看的是 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其實都是一個美國庫存的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老實說 我不覺得它會再跌到負數 但是你說庫存會不會增加呢 其實那個可能性是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去到這段時間 其實就是美國的需求淡貴 就是你的價值高峰期已經完了 這段時間就開始為取暖的需求做準備 很多年廠就進行維修整股 所以原油需求就是減少了 所以你都會看到 美國那個能源部公佈那個數字 你看到那個設備使用率 其實跌得很厲害 換句話來說 是令到原油的需求也是有一個減少 所以我想 庫存可能大家會有個心理準備 未來幾個星期都會有所增加的 在增加的前提下 會不會引發到 你剛才說的那個負油價的憂慮呢 你真是令到我很害怕 我覺得有 不要那麼擔心 我覺得可能性真是不大的 因為那個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ETF 基本上都不會持有職業的合約 轉走了 差遠期一些 又或者很多的經紀行 其實都不讓客戶 就算你說機構客戶都好 都不讓他們持有倉子持有尾 你不拿到尾的時候 你被人夾倉的可能性就低很多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它可能會跌 但是你說真的會再跌到 40元 不會的了 就是不要期望這件事 為甚麼Alex 我很害怕呢 就是有一點信號就是 當時3、4月出現的東西 現在又開始出現了 不知道是不是配合你剛才所說 也是即將美國可能擔入一個 原有需求的擔櫃而出現的 是甚麼呢 那些油船就開始泊在海中心 將油就儲存在海中心 彭博最新有一個 引述了整個銷售文件 即是那些油箱會租一些油輪 然後用來擺油 當中涉及全球最大的幾間都有份 即是皇家荷蘭鶴牌 另外有一間新加坡那班托克 聲稱托克就很厲害了 就說是一次過訂了12艘的油輪 可以裝多少呢 2,400萬桶原油 大家又想 是不是真的需求這麼弱呢 你現在要買好一些位置 拍定在海中心那裏 就看看大家買的目的是怎樣 即是你說買這些油輪 即是租這些油輪去擺油 其實通常是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好像你剛才所說 即是其實需求不夠 所以幫我出來 你要找地方擠 這個是對油價是比較負面的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大家會覺得未來的油價會升 所以它就先儲存 但如果你說看回 遠期合約的啟線 像不像會升 就不像第二個情況 因為你看回第二個情況 就是現在每一個月的價差 其實每個相差大概是五毛錢左右 五毛錢 五毛錢其實就不夠給租 所以你一路放下去 其實一路是虧的 但當然可能有其他的看法 即是覺得油價可能會爆升 又或者其他原因 但是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說那個庫存是否真的很緊張 即是我覺得 未去到 即是設備很緊張 即是否會有 好像之前那樣會爆倉 不要啊 是的 我又覺得未去到這個階段 即是你 首先一件事就是 就是婦因那個庫存 那當然是會有一個好指標性 那還有 也都當大家都已經明白 即是當時那個情況 是從那個紐約旗油本身那個 即是交收的失衡 是有一個很大的關係的時間 那其實可能大家都會避免 會做這件事 或者它炸到最後 其實很老實說 如果你說真的想炒油的 你不一定要WTI 你去brand food都OK 如果你真的不想去變富 那你做 即是你真的很擔心 你怕得很緊要的 我真的很怕會富 我真的怕被人斬倉 那你就要做布蘭特 即是那個跌落富的風險 基本上是沒有的 最重要的大戶 可能因為那些需求又怕減弱 即是經濟重啟 有沒有自然預期這麼樂觀等等 其實就在旗油的投機性 長短倉裏面 都看到其實淡油的比例是相對多 即是至9月1號 其實長倉連續四個星期減少 大家可以看圖那條線 慢慢向下移 長倉其實在剛剛這個 對上一個星期 其實就減少了6400多萬張 你看到短倉方面 就增加3萬多張 其實就反映一些淡油就上來了 但Alice 如果在旗油的 技術性趨勢來講 其實現在有沒有什麼位置好看呢 因為譬如你說布蘭特 相對穩陣的 但是都已經三個月以來 首次跌穿了40元 這個重大的心理關口 之後是應該看什麼位置呢 我想其實整體來講 油價你問我 我又未必是淡得很厲害 是會淡的 但是那個趨勢就不會說 很大棍地插下去 因為始終我們都會見到 油組還是有一個減產的行動在 他們也都有一個空間 可以再提升他們的減產的力度 他們都會保持著油價穩定 所以我想油價是會向下的 尤其是配合著 即是我們未來會見到 那個庫存增加 需求減少 是會向下 但是我覺得又未必會很淡 如果我們看那個旗油的走勢圖 因為譬如你看到動力指標 是沒有力的 那些14年RSI 就長期上不回50 在30左右的水平 有些就說 因為我見你之前教我 就說你畫一條線 你就畫了在一個 大概36.4左右的那個位置 但是其實實質上 9月初是一度intraday的腳仔 是刺穿過那些位置 是啊 那我覺得是危險的 不是 不是嗎 是買得了嗎 不是 你看回那天我做節目 那些節目的 沒有follow 不好意思 是啊 其實我真的有這麼說 就是那一棍 那時候39元左右 那時候你畫一腳插下來 是有個gut feeling也好 覺得它是會插一腳 插到下去36元附近這些位置 其實我都說可以買回上去 你的gut feeling怎樣來 是啊 就是靈光一閃這樣打一打的 只是發誓的感覺 但是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 那時候也有說 這個是一個短期的 你投機性去買回上來 OK 但是你說長遠來說 我都覺得 即是未來幾個月再向下 那個風險都是有的 那就是說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大家短期來說 你的wti 那就看著36元 36元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說穿的話 那就再看低一點 譬如下去大概31元附近這些稅平 是啊 可以逐步看 其有就最近多討論 因為最近都陰陰落 所以大家都有點害怕 但是另一邊 我經常說 商品市場很古怪 有些就跌到飛機 有些就升到飛機 升到飛機 我們看看 究竟是否有個誘因 可以繼續升 說的是大豆 我們很少說一些軟性商品 但是大豆 一說 我想玩開商品市場的人 都是有長期留意的 沒錯 因為玩著一個中美貿易的關係 中國 你怎樣都要買大豆 是不是 變成大豆的價格 是破了兩年的高位 如果我們從今年低位 量度上升幅 已經差不多24% Alex覺得 感覺上 現在還有多少升幅呢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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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升得比較急 當然 你說農產品來說 是很令人害怕的 就是它一個trend 一形成了 它是真的會持續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停不到 因為你始終農產品 你種了下去 一做就一做 你要再有增加的供應的話 可能你要等明年 的確我們看到近來 最終這一棍抽上來 其實就不是跟中美關係 直接關係 主要是因為那個 美國農業部公佈了一個報告 上個禮拜 剛剛上個禮拜 五個一棍 他就將美國那邊的大豆的產量調低了 那個年中庫存也都調低了 大家就一窩蜂湧上去 政府簡直說下半年非常樂觀 因為大家又要買我們的大豆 是 沒錯 所以就很樂觀 就好像做了分析員 它們是 你看它調低了那個年中庫存的主要原因 它們就是那個出口的銷售 其實會增加了 我會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挺大的因素 你上半年來講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中國對你行的貿易協議是比較慢一些 你要填補上半年的一個差距 下半年又要剩下 在這個情況下 的確對那個需求是有幫助的 還有我自己看 就是說其實那個總統選舉 其實也都可能會是另一波的一個推動 我問問你 你覺得其實 誰會贏 你不要問我 誰會贏不重要的 就是你說誰贏之後 對大豆的價格 你覺得特朗普贏好些 還是拜登贏好些 我覺得特朗普好些 他經常都欺負一些農民 你這樣看 我又覺得未必 是嗎 為什麼 因為我反而覺得 就是如果是拜登贏的話 其實中國去抹面那個可能性 反而低了 反而低了 其實我覺得 大家對貿易協議的看法是什麼 大家不要覺得特朗普會把這個貿易協議撕爛去 他一定不會 其實一直都傳下去 因為他會覺得 因為他會覺得 這件事其實他是拿了中國的好處 他也都覺得這個是對中國強硬的一個表現 反而就是中國會不會覺得 我頂你不順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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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買了 有很多這些 又是貿易 又是科技 我就把這個協議撕毀他 反而如果你說拜登上場 我不是說他會對中國軟化 但是最低限度 他的動靜動作 可能沒有那麼敵視 他都是搞你的 他都是會搞中國 沒有那麼激進 這個是一個國策 令到中國對撕毀這個貿易協議的可能性 其實是低了 換句話他可以繼續買 那個可能性就高了 真是的 如果你說比特朗普再連任的話 可能他真的會繼續有些加碼 或者搞到中國真的要所謂的脫勾 脫勾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貿易協議還要生效呢 反正你都加了關稅 反正你都要搞那些科技企業的時候 我完全跟你脫勾的時候 你就加了關稅 我有你加 那我就不買 這個是一個很壞的一個情況 所以其實有些說法 就是最近 雖然他繼續要買美國大豆 譬如大家看看 中國入口大豆的數字 就知道了 其實第一原因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經越來越貴 這個價格 其實中國有少少猶疑 不想再加大去買 所以看到 入口量好像是低了少少 然後另一邊 就是開始中國轉向巴西那邊 買多些大豆 而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儲多些呢 甚至乎美國那邊有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 基於糧食危機的情況下 其實中國都可能有用的嗎 其實如果你說從價格上 就是巴西便宜一點的 巴西便宜一點的 是的 所以你說在巴西那裡買 其實一向的比重都不少 但是又鑑於貿易協議的關係 就是了 所以就令到 中國可能就要加大 向美國農民買的那個進度 當然你也說得對的 就是之前可能八百多美鮮 現在差不多 已經過了一千 過千美鮮的一個這樣的水平 就算你人民幣升值也好 都抵不了那麼多 是可能會有些猶疑的 但是從一個政治的一個層面去講 你既然要滿足這個貿易協議 都要買的了 是的 多貴都要買的了 但是的而且你說短線來講 那個大豆的空間 我其實是有少少擔心的 技術上有沒有得提的 因為我記得 有少少 那些大戶呢 依然很瀑 是的 你這些投機式正常倉 都還是這樣加上 連續幾個星期這樣上去 那很正常的 就是你看到一個投機式正常倉 升 你都見到價格升 那這個是一個很強的一個訊號上去 但是始終 就是近這兩三個星期的升幅比較急 尤其是上個星期五過一棍 升得比較多 那我覺得有空間的 但是就不要超級貪心 我想如果你說 跟現在比的話 可能還有二三十個尾先 就是大概是1040尾先 是的 我覺得那裡應該會有一些阻力 如果你說部署上的 真是想做好的 那不要緊 現在去買 但是目標就是1040 但是小心點 如果去連續跌穿 一千尾先 就是996 應該就 這個位附近的話 那你就要做一個stop 好了 9.96美元一普適二 沒錯 大家留意這些水平 除了剛剛說的兩樣商品 我想最近來來去去 很多人都要說 跟進一下黃金 雖然消息面上變化 真的不大 其實幾乎黃金 在九月開始 其實都是一個窄幅上落 即是1900至2000 又做不到突破 想它跌多些嗎 它又不是好些 是 Alex 現在還有人不停問黃金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收拾一些 有 現在可以收拾 現在可以收拾嗎 現在可以收拾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其實 避險的事件 我覺得仍然會支撐住 當然你說 相對幾個星期前 那種創新高的氣氛 現在的確是 悶了 淡了一點點下來 沒有那麼刺熱 那個氣氛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基本因素仍然是配合的 即是我又不覺得 那個美金還有多少空間去反彈 現在可能大家 那個美金反彈 可能都是因為 英國 歐洲那邊 可能有些貿易協議要談 有些少許阻滯 還有我又不見到 那個Yield 其實可能會上到太多 即是其實你看到 現在10年的Yield 0.7幾左右 那我又不覺得 會上到一流上 其實你看到近來 0.9都已經頂了 而且我覺得0.7幾都應該是差不多 短線來說 如果你下去的時候 其實對金的幫助都很大 而且如果你看圖 的確會見到一個類似 三角形 沒錯 是一個類似三角形的形態 是在等著突破 你的吉斯林是 當然是向上 現在買了 現在拿部電話出來 立即買兩張 立即買 是可以的 可以找我掃斧 不會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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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掃斧 短線目標 我覺得可以看到去2080 2080 破了上次的位 就是上次的位 你的三角形 其實理論上是不止的 如果他真的行三角形的話 當然是破了之前的頂再向上 但是保守一點好嗎 好了 記得了 有什麼事找Alex 大家都知道他的公司名 記得打來訴苦 打來訴苦 找潘志偉 好了 不過今個星期都要留意 很多不中大因素 始終有個超級星期四 有幾大央行的儀式 包括英倫銀行 有聯儲局和日本央行 有些人都會說 看看美金和黃金 會否今個星期出現變化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消息面 今天謝謝Alex 跟我聊了這麼久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見